在人们的印象中,保家被国冲锋陷阵的重任,一般都是由男人们来担他,虽然说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几位优秀的女将军,淑琴梁玉,木桂英,白梨花等等, 但毕竟是凤毛麟角,特别是在现代社会,真正能够上阵杀敌的,都是青一色的男兵,即使部队中有女兵的存在,她们的职责也大都是医疗和后勤,但是有一个国家却不一样,她们的大部分兵重都不受制性别门槛,而且对女兵没有任何歧视,这个国家就是美国。 众所周知,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,一艘航母上配备的兵力在6000人左右,而女兵的比例高达10%,也就是在600人左右。 按理来讲,航母上的工作并不适合女兵,女兵在身体条件和心理承受能力方面都要比男兵差,那么为什么美军要配备这么多的女兵呢? 难道这些女兵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? 来听听专家怎么说,在中国有句老话,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,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军的航母上,在对女性更加开放自由的美国,女性几乎可以从事变何种类的兵种,甚至在一直将女兵拒之门外的核潜艇上,也能看见女兵的身影。 在美国的迷你司机核动力潜艇上,女兵的人数达到了600人之多,而且这600名女性的工作,也涉及各个兵种,如舰在机飞行员,机械维修师等,除此之外,女性在航母上的其他岗位,也发挥着巨大作用。 根据研究显示,女性对男性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效果,和女性相比,男兵的脾气非常火爆,在发生矛盾或者激烈冲突的时候,如果能有女性从中调解,那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。 而且有女性在的地方,男性往往会变得比较爱表现自己,工作的时候自然也会特别的卖力,这些因素都会使得长期处在高压座椅下的男兵们,在航母上得到慰藉,从而能深心愉悦地投入到工作当中。 除了激发男兵的工作热情之外,女兵也是航母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有了她们的存在,日常的工作和生活,都会多了很多的欢乐和色彩。 并且与男兵相比,女性往往会更有耐心,她们在工作的时候会更加的认真和信心,在某些岗位上,她们的作用甚至要大于男兵,比如工作内容比较繁琐的航母维修岗位。 在漫长的航行当中,如果有人生病或者出现了情绪波动,她们体贴认真的照料,会让患者更快地康复。 看了这篇文章,小伙伴们有什么想法呢?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发表你的公典,想了解更多内容,请关注沐寻随笔。 本文白1.号作者原创,未经授权,不得撰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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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